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式《谁来晚餐》开播14年来 走遍台湾和世界 和将近500个家庭的酸甜苦辣共同成长 2022年台湾受到新冠疫情冲击 常有观众问 这些被拜访过的家庭后来怎么了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 拜访疫情之下的两个家庭 分别是住在山上 家里相视动物园的柯欣平 按疫情爆发时 刚好位于确诊热点 万华附近的里长家庭 疫情之下的两样情 赶快来看看他们过得如何吧 2014年 我们拜访了战地一千坪 养了三百种 共一万多只动物的家庭 男主人辛平 从小立志要与动物为伍 不管求学 旧业 成家 都没有忘记这个兴趣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我能够有一个地方 一块地 然后能够养很多的动物 我能够跟那些动物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可爸爸常笑称儿子是怪咖 父子两对话既幽默又充满了火药味 生了这个怪胎的儿子 也是只有担心的份 高中一年级之后就跟我谈判过了 说他将来他不养我 就是虫子啊 搞虫子 搞虫子 没办法 那个兴趣是兴趣的 我看他老婆死了 他老婆那个这个休息的器械 女生的爱情比较寂寞 就跟着他在那边摸虫 摸蜥蜜 欣平的太太秀玲 原本是一位军官 女军官是如何遇上昆虫学家 还坠入爱河呢 那时候我是他的长官 我还有教训他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 送了我一只彩虹敲行虫 然后就是当个礼物 他想要测试我的反应 我就是很欢喜地收下了这个虫这样子 只是没料到 从事昆虫繁殖技术 看动物推广的欣平 却迟迟不肯繁殖后代人类 地球上已经这么多人了 快七十亿人了 我们不要再多一个 因为我想做很多事情 我怕所有的时间都被占满了 就看到很多人 比如以前都是很喜欢养动物的同好 然后因为生了小孩以后 家里什么东西都丢掉了 什么猫也不能养 狗也不能养 十次的产检 他只去过一次 那你一旦被本人绑架了 你就不会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以后就让我们来满足兽性 然后你去满足你的人性 在太太秀琳的威胁下 女儿鲜鲜诞伤了 从婴儿开始 她就过着与动物混养的生活 会不会担心那边好脏 传染病 困充别人干净好不好 困充别人干净 不要这样子 我害怕你们传染病给她 当年为了迎接新生命 家人开始居家给造 太太的养虫工作也忙不过来 小朋友 她那个免疫力比较差 那我总要给她一个 比较干净一点的环境 该被影响了也被影响了 然后该来的麻烦也都来了 为家人妥协而生孩子的心平 七年来遇到了哪些问题 一家人又有什么改变呢 妈 漱口 芽芽 可以先 七岁 名字有个先 是因为爸爸很爱独角仙 牠从婴儿就跟各种动物昆虫一起成长 常以人小狗大之姿 驾驭家中的动物 拍摄当时正处于台湾疫情最严重 2021年三级警戒的期间 鲜鲜的幼儿园停课 爸爸辛平教给鲜鲜许多照顾动物的任务 鲜鲜自从疫情以后 她很多时间都待在家里 所以鲜鲜就跟我们一起分担照顾动物的事情 从五月开始就喂狗 扫大便 洗盒子 还有喂水豚 对辛平来说 青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家里多了小孩 由于住家和辛平的动物事业 同在一个屋檐下 鲜鲜成了爸爸的小帮手 一起分担加薪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地重要 这是一个家的意义吧 大家一起住在这个地方 那太阳的饭什么时候要煮 要完之后煮太阳的饭 要煮完之后我要带他看我的毛茸茸 七岁的辛平不只能分担辛平的工作 甚至还能展现他小个子的优势 去年辛平养了草食动物水豚 当时就是靠着仙仙 让怕人的水豚融入了这个家 只有仙仙有办法接近他 所以他是我们全家第一个成功地摸到水豚的人 然后后来水豚就很信任他 所以那个时候仙仙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说水豚都不喜欢其他人 水豚只喜欢他 我顿豚呢 现在很多动物因为都是仙仙府的照顾的 所以那些动物都跟仙仙比较好 都不跟我好 新鲜照顾水豚的方式是整个人蹲进水豚家 他常被成裙身材比他大的水豚包围 总是很难脱身的他一点也不害怕 你没有很喜欢的吗 可是没有我不喜欢的 因为这样有没有水豚就会挡路 挡路 我就很难去拿 这我水豚和我其他人都没想进去 在老板爸爸的训练之下 女儿能独当一面 甚至还在不会写字的情况之下 用画画记录进度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用图形 都用画图的 例如这个是什么 煮狗食 煮狗食 对他要负责煮他 自己负责照顾的狗狗的饭 然后这个是什么 我爸从小给我们的训练也是这样子 那这是我很认同的 我觉得影响我蛮大的啦 就是做事情要有计划 然后要有 不但是要有完整的列出来 然后要有顺序 那我也觉得这也应该要交给先生 在疫情期间 住在新店山上的这家人 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欣欣除了因此工作量大增 还多了一个玩伴 邻居姐姐芷余也因为停课 到家中跟她作伴 就为什么疫情两个多月 她全部都没有出门 也不会无聊 就常常她每天都很忙 欣欣也常常跟我讲一句说 我很忙耶 特别的是 面对奇珍异兽也不胆怯的仙仙 却梦想养一只小狗 而这个梦想终于在疫情期间 有了进展 欣平为仙仙领养了一只狗 只不过两个人 对大小有不同的看法 去上学啦 就时间比较多了 她领养了一只小狗狗 大狗狗 小狗狗 为什么很小 因为跟大象比她很小 跟犀牛比她很小 跟老虎比差不多 跟老虎差不多嘛 她明明就很小 跟老虎差不多 那你喜不喜欢她 喜欢 好那就好 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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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于其他动物 太阳是新鲜的宠物 因此新鲜跟秀琳赋予新鲜更大的责任 其实并不是只有跟动物玩很开心 还有要照顾她 帮她洗澡 就像我照顾孩子一样 我会不断地告诉她说 今天这只动物就是完全依靠你 你也许觉得你只是一天没有喂它 你一天忘记了 可是对她来说 她可能整天就没有饭吃 我把两包肉都剪开 那你都是先把肉搅一搅 还是先把饭搅一搅 坐 完 干 爱动物的新鲜 从小不擅长与人相处 但女儿先鲜并没有因为跟动物一起长大 而排斥同侪 倒是新鲜从不爱人类到爱上人类 喜欢的动物会养很多只 喜欢小孩的新鲜 却和太太达成共事 一个就好 还是一样地球人已经那么多了 地球人已经快要八十亿人了 我们还要生吗 没关系够了 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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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你自己生 我们想要 专心地爱他一个人 然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 没有办法再爱第二个小朋友了 而且还有很多爱要分给动物们 这样子 人家有意见 哈哈哈 你以后可以自己生很多个 他有说他要生一百个 哈哈哈 他当时就是说你孩子一出生 你就必须要打破自己的理想 我们希望能够兼顾说我们的兴趣 我们能够照顾动物这个部分 有了孩子 有孩子的快乐 可是也没有放弃我们的梦想 这样子 发现说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他抓进来一起喜欢动物 这样子的话 就是 就是 皆大欢喜了 这样 你踩我 七年前 欣平照顾昆虫的专业 已在业界打响名号 伙伴都尊称他柯老师 他在台北经营的昆虫馆大受欢迎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请大家全程佩戴口罩 新竹市立动物园欢欣您 随着孩子长大 欣平的事业版图也扩大了 四年前 欣平受邀成为新竹动物园改建的顾问 我就带着我们团队开始来这边 带一些推广教育活动 这时候市长就提了一个 要改建新竹动物园的计划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我有没有兴趣 一起来提供一些意见 然后呢 我说当然啊 当然啊 因为你想想看 一辈子哪有一次这么好一个机会 你可以参与一个动物园的 整个重建的过程 欣平负责帮原放规划动物的家 以及食草的种植 香蕉目前的销路好不好 香蕉 都会多 香蕉很多 都会拿来喂东西 都会喂 除了参与环境规划 原放也邀请他在动物园旁 经营昆虫馆 这让欣平的事业 正式从台北延伸到新竹 现在 欣平每周都得来新竹 协助员工饲养昆虫 更挑战的是 新竹馆还多了鳄鱼 这天照顾员发现鳄鱼受伤了 他的脸那边 有块白白的受伤了 那我要去帮他除药 他们聪明 他们会认声音 然后会看颜色 所以我们会用不同颜色 告诉他说 现在是什么事情 看到蓝色的 就代表要吃饭了 但是他这一支是 整支金色的 就告诉他说 看到这个 这间就没有 不是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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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这样他持育很好 因为鳄鱼咬 他不会往上咬 他咬一定是横的咬 我们要避免到他的侧面 好 吃饭 来 你要帮我摸摸看 你可爱 这里 这里 除了帮鳄鱼擦药的 紧张行程 也有为变色龙检查舌头 和帮水豚梳毛的疗愈工作 欣平常借此疏压 你拉远一点 你看他们水头现在还可以弹 好 很好 就在欣平的昆虫梦进展之际 在事业上协助他的太太秀琳却生病了 医生检查出疑似恶性肿瘤 他面临生死关头 那时候还以为说 可能会没办法再照顾小孩了 就可能会死掉这样 我要开刀的前一晚 然后小孩跟先生都在病房陪伴 那我就假装说我已经开刀死掉了这样 然后小孩抱着我再被 妈妈 我们拍这个照片在苦中作乐 三年前走过鬼门关 秀琳也对人生改观了 觉得死亡好像也是这样 你就算在乎什么东西 就是死掉的瞬间 就死了就死了 其实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就会觉得我有什么自己想要做的 我就要赶快 也会比较不在乎周遭人对我的看法 除了老天爷的玩笑 2021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也让事业步上轨道的心平 损失惨重 其实那段时间非常辛苦非常的累 尤其是钱花得很凶 好不容易累积到了一笔的存款 我终于可以去还贷款了 我本来想说我还贷款 我就可以退休了 结果遇到疫情了 那每次可以做我怎么发薪水 提了很多的变通方案 然后振兴方案 原本活动的讲师 那就来帮忙做 可能动物龙舍的改建啊 一开始前几个月还可以 但是到后面就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裁员 我的收入有超过一半的来源 都是暑期的活动 那只要一个暑假 我们没有办法办活动 其实基本上我一半的营收 都不见了 走 虽然欣平的工作暂停 却意外获得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 他在家中顶楼 为仙仙打造了一个游乐园 不受疫情晴天雨天的影响 能尽情玩耍 打没会胖吗 打没会 有时候会被吓到 那下雨也OK 所以很重要 我很喜欢在下雨的时候跑来跑去 小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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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病 大病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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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长正从白天玩到黑夜 像是女士的女人 太近了 那爬到屋顶的目的是什么 玩啊 玩吗 就干的时候就换衣服 然后就在这边躺着看星星 看着孩子的笑容 心平也露出满足的微笑 现在的他跟七年前截然不同 我本来就想说 就算我有小孩 那我可能还是照顾过我自己的日子 我如果很忙 我一定要以我的事情为优先 可是我觉得就做不到 让我再忙 他突然跑来说 你叫爸爸 那我可能就会忙 放下手边的事情 然后去看他要干嘛 我觉得这就是 本能吧 这本能 人就是被本能绑架 所以太可怕了 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当年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 我才不会像你们那样子 被受性绑架 不要 我是有理性的 结果原来他的现在受性大发 他在旁边偷笑 在旁边偷笑 好高兴 爸爸他就说到底走这个要干嘛 然后爷爷就说 有一天遇到危险 那时候他会是怎样 你可以逃得掉 别人逃不掉 对不对 怎么大楼招呼 他可以走平衡物出来这样子 他爷爷是从斯巴达式的教育 这个爸爸搭的能够 你又再转年了 这不是这样子 我都已经快死掉了 我儿子都已经中年了 快步入老年了 所以要改这一层 而且我也知道 我会继续爱他 那他也很爱我 过去总说对方是怪咖的父子关系 现在又有什么转变呢 欣平去哪里我来找找看 我刚才我的儿子 也常来问说吃饭 然后他不会问我吃饭 他不要管 欣平的爸爸课作型 今年73岁 是台电退休员工 过去他尝到儿子家施工 进行各种居家改造 我这几天正在准备它 设计它的配管 都准备好了 我就把它移到屋顶上去 有时候有某些树 是遮到路灯 我感觉会发生危险 这边有人从小偷竟然还没看到 就去剪 讲完以后他说 那个树是石草 满七年了 大家都全部 就是我退步了 我老了 老了七岁 一切啦 体能啦 什么的 智力啦 真的都退步了 七年来 柯爸爸不敢幽默 过去他到家里改造的好意 对欣平来说有些困扰 现在有了孙女 他就将焦点转移到鲜鲜身上 转移注意力啊 他就去炒 可以先不炒 日前他特地利用工程师的专业 为鲜鲜的泳池加装温水设备 我就买了几卷水管 放在屋顶上 然后呢 用胖脯把水打上屋顶 经过了那三卷 那个黑水管之后 这样的话水就热了 所以你看 在这种荒郊野外 还能够有温水游泳池可以游泳 这个多么豪华 家里经历许多改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负责两爱豆嘴的关系 随着欣平的事业越来越忙 两人的嘘寒问暖 仍充满火药味 你看这个这么忙 所以我就很心疼 所以只关心他有没有睡 关心他有没有吃 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关心过 然后现在突然装得很关心你 对 你没良心 对 我没良心 事业做这么大 老板做得越大 那个烦恼就越多 我也跟他讲过 当老板就是不断地在解决问题 所以你没有告诉我 怎么没有 所以他现在已经是很优秀的领导 跟我无关的完全是他 他厉害 所以他们是喜福 勤劳 那他们当然不太一样 像上个礼拜 孙女在那边扫地拖地 我呢 再查个资料滑手机 喜福看了就是心疼 这天柯爷爷裴仙仙做了几项力行性的体能训练 瑜伽 雅琳 攀走平衡木 5 5 6 7 8 这个 这个平衡木是我帮他做的 就用他爸爸的废料 你可以不告诉阿姨说 爷爷叫你做平衡木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知道目的是什么 我会点赚 我摔死了 太紧张 没关系 上周先生因为体力不佳 想取消走平衡木的行程 爷爷和儿媳三人 因为想法不同 引发了家庭战火 爸爸他就说 到底走这个要干嘛 然后爷爷就说 有一天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会这样 你可以套得掉 别人套不掉 对不对 怎么大佬招呼 他可以走平衡木出来 这样子 我先生就说 呃 真的只有这种训练方法吗 没有别的 只有这种才能够训练 走这有什么用 那我觉得你今天已经做了很多 类似功能的事情 没有必要 因为这样子而否定一整天做的事情 他爸爸是不是非常疼他 爺爺这种斯巴达士的教育 的一个 爸爸当然就能做 你又在转移 这不是这样子 这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只是很自视的 用一个表上面的所有事情 去肯定或否定这一根 我觉得计划过来很重要 那种插合表过来很重要 但他不是全部 这只是辅助我们人生 过得更好 过得更有计划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的平衡感 他的握力 说不定会救他的一命 我只想用引导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我就是蛮佩服我儿子 因为他是领导 我是管理 因为我在台电的工作 最后那十年我是在做管理 但是他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一直是一个领导 是不是领导 因为你知道我爸他是 他是从政很长的时间 他都在政治人物那边身边混 所以其实他 他非常会 他非常会讲话 七年来维持现状的父子关系 拜科技之刺 战场也延烧到了手机群组 他会三更半夜 一直传很情绪的简讯 一直来传 一直传 然后就是 情绪的时候 不敢再跟他沟通 只好用那个文字的 丢过去 丢过去 对不对 其实父子俩表面上唱反调 但欣萍也将爸爸影响他最深的 写日记习惯交给仙仙 一家人在各种沟通方式中 看动物们和乐融融 我的舞伴 右脚 左脚 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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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三个人在跳 对不对 两个人 一只狗 一 三 三 最重要的是 柯爸爸也了解了儿子欣萍心里 最真实的感受 我是觉得无解 因为彼此的个性都已经固定了 我都已经快死掉了 我儿子都已经中年了 太不如老年了 所以要改 非常难 非常难 而且我也知道 我会继续爱他 那他也很爱我 那这样子我就很高兴了 你真的知道 其实你很爱他 可是你觉得他知道 他当然知道啊 那然后呢 我也常常说 我也知道你很爱我 他只是对我媒体冒 那怎样子啊 然后他说 猜怪 猜怪 其实他真的很爱我 很关心我 真的 我很了解 1 2 3 2加3 前前诞生 爸爸老了 秀林生了一场大病 与死神拔河 欣萍好不容易 扩大的事业 受到疫情冲击 在各种转变中 这七年来 家人之间的爱 仍旧没变 下一段 我们将拜访疫情下 为在确诊热点 万华附近的里长家 常年提供共餐服务的他们 当时忙得像战斗陀螺 继续服务啊 继续吃饭 你拿便当回去吃啊 万华市每天中午 都送50个便当过去 我没有停过 疫情今天三集 我照送 她吃哪有的跟着她去啊 我先发现我妈失智 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母女 拥有一个和解 我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 措施这个机会让我很难过 今天我们带大家拜访疫情之下的两个家庭 分别是住在山上 家里像动物园的柯欣萍 和疫情爆发时 卫在确诊热点 万华附近里长家 疫情之下两样勤 中勤里里长一家人 当时可是忙得像战斗陀螺 2016年 我们拜访为在台北市中正区的里长一家 中勤里的里长方和生 他以鸡婆闻名 为了照顾当地南机场国宅弱势的住户 他开办老人共餐 小孩客户班 我现在做的都是没有里长所在里面的效果 没有人像我像我把一个社区照顾的组络 把它建构起来 这位鸡婆里长还把全家人都请来帮忙 其实我不喜欢一直聊这种事情 因为我会觉得 我们家好像自己跟家人之间 其实能不能搭互动 或是像我爸赖我 永远都是烂 要叫我写文章啊 随着越做越多 传言也越来越多 里长有什么方式 里长为什么又出国了 里长跟他带一个小姐骑摩车 就连里长家务事 也成了李明的事 鸡婆妈妈的 这种生物的特性就是 她不会去挤动 跟需要讨论的对象 或接触这样子 大家要赶快先去 对啊 先赶快生一个 给你妈妈带 当年大儿子义伟 帮忙爸爸一起照顾社区的学生 女儿依林常抱怨 要与大家共享父爱 走马家人当李干事 为方家的小孩带来了不少难题 今年已经是方和生 担任里长的第24年 六年来她不改鸡婆个性 业务从中情利更扩大到全台湾 现在大儿子义伟离开社区 到其他学校教书 义林和义杰 则加入了爸爸的行列 台北市中正区中情利 在日治时代 这一区曾被日本政府 征收为军用机场 相对于北松山机场 被称为南机场 民国52年 这里盖起了南机场国宅 是全台湾第一座公寓住宅 专门安置当时的维建户 随着经济发展 国宅成了高龄平数小租金便宜的房子 因此吸引很多弱势跟银法族搬进社区 十年前方和生为了鼓励独居李明出门吃饭 他发起了共餐服务 这个需要大量人力的活动 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不曾间断 去年疫情爆发时 万华曾超过千人确诊 高居全台最多 就连停班停课 餐厅禁止内用时 方立长也没有停止送餐 好来我们换右手帮我放后面 左手帮我放上去 跑往后靠 三级警戒的时候 就真的不能来了吧 一样啊 还是来 你群聚不行 不管他的 我没有办法得到啊 继续服务啊继续吃饭 你拿便当回去吃啊 万华市每天中午都送50个便当过去 我没有停过 疫情期间三级我照送 六年来 方里长工艺午餐的人数翻倍 还能送给附近万华区的李明 现在这个长辈就吃好了 他的手上就带面包 那前面那个长辈也吃好了 你看 那个听账的 他是听账的 共餐想法初期 方和声说服附近摊商 将滞销的食材捐赠到钟情里 让他能以低价的方式供应午餐 六年来 现在每天总有一车车的食物 送到他的里餐厅 五十五克 大概每一个小时或每两个小时 就会有 就会来一批火 其实最忙应该会是那种三大集 五度啦 中秋 过年后 都会有人给很多东西 这个是从哪边再回来的 樊南市场 他每天都会送捐赠给我们 这次有时候是 这次剩下拨下来还是可以用的 菜市场你去买菜料要挑漂亮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它是很珍贵的 这里的老人啊 比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心情开朗很多 也健康很多 因为毕竟他们都从家里面走出来了 他们说来这边吃饭不好意思 怕被人家笑 我说没有什么好笑的 我们不偷不抢 每到周末 方和生还会将多余的食材 让里面免费领取 下午一点还不到发放时间 排队人潮已经涌现 拿剩菜剩饭你要问什么 我们是乞丐 你别问 不要讲那么难听 我们不是乞丐 我们是平民 低收入户 他们是剩下的 我们是刚好要教育 我平时爱吃食物 然后我这里拿去给不能来拿的人拿 我这里吃不完 我就一个孤老头 我们是对面里的 吃面包包 大家都一个个都很高兴 当蔬果再利用的想法 受到越来越多人响应时 方和生发现 超市常会将没卖出的面包丢掉 让它感到很浪费 这让它的洗食魂再度燃起 吐司跟馒头一起放冷冻 放一个礼拜再拿出来蒸一下 一样好吃啊 吉婆的他在社区采购冰箱 将这些集齐面包冰起来 让更多里民可以享用 甚至为了因应防疫 还能持续发放 他发明以悠游卡的领取方式 这个是因为量大 一天面包就要一百多公斤 接触的人也多 所以我们减少它接触的面 以前是大家手插进去 这样子翻翻炒炒 现在他们这样子 我们都不要翻了 他们都安排好了 那就是一按 我们就是按这里的 习惯吗 习惯 习惯 电脑化 很好 近年 随着服务项目跟人数变多 方和生终于受到了民众的信赖 成了席食的代表人物 但令他感慨的是 长期帮他服务李明的太太凤朱 三年前开始出现失智的情况 阿姨你好 你好 那时候我们在这里吃饭 你记不记得 谁 谁来晚餐的啊 对 你还记得那时候来宾吃饭是谁 那时候有我儿子 我女儿 对 还有女长 还有我 有印象 有 来宾是谁 谁来 你来 我 好 即便照顾长辈的经验丰富 面对太太的情况 方和生也束手无策 载着太太一起工作 是她陪伴的方式 我去到哪里 现在都带着她 她去哪里 要跟着她去啊 除了我去做简报 还有我去分享 坐在哪里 她很无聊 因为我讲的东西 她已经听过一百遍了 她又是我太太 所以她都会坐在第一排 那你就看她第一排一个人 就一直在 她一直在点头 我讲一句她就点头 一次因为她睡着了 方和生的女儿逸琳 从成大念书回台北后 开始跟着爸爸一起工作 这些年对爸妈也有更多的观察 我觉得爸爸不想面对 因为他有一次是在 妈妈已经确诊了 大概半年吧 然后他有一天就是 带妈妈去经典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有点喝酒 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他就说妈妈不会好 可能对于爸爸来讲 妻子的功能 已经没有那么完善见 加上里长太太这个功能也失去了 这样 因为你 你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高中少女 没有想到最后 是以诗制 这样做ending 就是这件事情 可能对于爸爸的冲击 我觉得是大的 因为她看过太多家庭在处理失智 什么什么那些 所以她应该要得心意走 可是因为眼前是她深爱的人 她没有办法那么快接受 对于女儿逸琳细腻的分析 方和生倒是觉得 带着太太忙进忙出 就是最好的解药 就像我不会议这个东西 可是我知道怎么去做的 只有多参加以后 当陪伴才有办法 发生了就发生了 我也没办法 你们不要想那么多 逸琳从成大毕业后 回到台北的出版社工作 现在她在弟弟逸杰 经营的餐厅楼下 经营一间自己的书店 我觉得我很像贵姐 她可能在翻一些书 那可能跟她我也聊一下 她就说 她说我可能最近需要沟通的书 然后我就突然像贵姐一样 问香水的那种 我就说沟通 所以是跟家人吗 还是朋友还是情人 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卖书 对然后她就说 可能是跟父母 就马上立刻抽三本 现在逸琳同事也是爸爸的秘书 负责帮方和生 安排各种行程 唯唯经纪人 为什么一直唯 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 就是找不到她 所以会找我 但是就有一些事情 就pass到我这儿啊 像那个去演讲 什么的就 因为她太忙 就换我去 跟我屁事 也不是跟我屁事啊 就是变成 因为都是她在做 但就换我去代表演讲 然后像这个就是我自己的 verse专访 没有一些合声 那就是我自己 讲明天的事 对小姐明天的事 她说她要七点 会跟你约在 像 看起来光线亮丽的逸琳 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在妈妈出现失智情况后 细腻善感的她生了一成病 造育症应该是那时候就是 我先发现我妈失智 再也就是可能 结束七年的感情 前陣子有失觉失调啊 就是因为 就是我会听到 听到声音 因为我家住四楼 所以我大概到四楼的 那个转弯的时候 我就会听到 有人叫我跳下去 会跟我说 我跳下去比较快乐 索性依林善于表达 在她与医生 资商的过程中 一步步厘清自己的心结 她其实有很多话 想跟妈妈说 发现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母女 拥有一个和解的 就是我的朋友到这个年纪 可能他们开始可以跟妈妈 聊一些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可以告诉妈妈说 其实那个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妈妈其实也会回馈 所以我也会期待 我跟妈妈有一个 可以和解 就是平等的可以聊 这些以前小时候的事情 就是资商师就有说 因为妈妈的精神状况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 跟我进行这个沟通了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妈妈是我们认识的 第一个女生 对对对 就是一个女性典范吧 我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 措施这个机会 让我很难过 逸琳一督躲在家里 直到爸爸方和生 将习食概念推广到弱势以外的地区 他邀请儿女一起投入 逸琳从工作中走出低潮 要租这家店的时候 带他们两个到门口等 看 那跟他们讲说 这家店一个月房租 要将近十万块 我想做哪些 做哪些 你们两个敢不敢做 敢不敢扛下来 就要他们两个做改 因为他有台大有私大 还有很多台电工部门的人 选这个地方 就是想要把叙实的这个概念 在这地方能不能推广出去 生病的状态是 会没有办法接触人 然后因为我以前的方式 是我就 我连通知都不通知 我就会消失 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 事业这件事情 但我有感觉到 他希望我当一个 就是 他希望我要理解我自己是大人了 可能作为爸爸来讲 我在开书店 然后当店长这件事情 是我学习当大人的一个过程 这场病让逸琳重新整理 与家人的关系 还将生病的挫折 转化成书店的精神 每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 其实就是跌倒 像可能我确诊 我也觉得那是一种跌倒 或者是 小字搭狗狗死掉 然后上亲 什么的 就是当你人生发生 失去的时候 那都是一种跌倒 那耳力的意思就是 你找到力量 让自己站起来了 下午四点 是楼上餐厅店长弟弟 义杰的午餐时间 也是姐弟俩的午餐约会 他今天做的说 他说是安东顿鸡 义杰和义琳 因为从小睡在一起 现在又一起工作 姐弟俩无话不谈 每当义琳搞失踪时 义杰常以哥哥的姿态提醒他振作 然后这种症就会长下 因为就是工作的 方式不一样 工作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像我刚才讲 我很废心 但他是 按部旧班的人 我觉得很生气吧 我觉得 就他不是很不常来 那因为像我就是个人 就是觉得说 既然你是上班 那你觉得要出现在那边工作 他把东西丢出去 然后叫我出门 就是他 小时候啊 以前 他可能会想我把他振作 之类的 他可能也心疼 把他退休息 叫爸爸爸爸 不会 不会 你们不会 不太好 就以职场伦理来讲 我觉得不太好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在我们这一关就解决 就不需要 移动到上層 就我觉得我在工作上 我还是把我爸当成是我的老板 就是把我当成的 我这就是跟姐姐的差别 他会是爸爸大于老板 那我是老板大于爸爸 公司分明的一节 也常将书店带开箱的包裹 直接堆在姐姐的办公桌前 因为弟弟每天都在店里 每天经过的时候 就会问说 你这个要处理了吗 叫你叫我跟他处理 对对对 然后每次处理我一箱 我就会把那个空箱拿均缩 我今天有弄完一箱 现在一家人 常因为工作而更凝聚在一起 依林对身为里长女儿的身份 也从过去的埋怨 到现在能够认同 他们是里长的女儿 所以你在 你对外的形象 你就是要感觉很亲切啊什么的 所以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直没有学会 面对自己的情绪 现在就是接受这件事啊 然后跟善用这件事情 就是 对啊 我不能就辜负这个头衔吧 别人介绍我说你是方蛮色女儿 我就觉得 对啊 我是啊 我的确是这样 尤其是跟我爸做事说 我会更加的小心 而且我们花的钱 很多都是赞助的人的钱 就是大人啊 这些年 弟弟一结长大立业了 而哥哥义伟也成家了 我比较符合特教生的特质 这样 爸爸刚开始都会开玩笑的说 我儿子就是特教生 所以把他交给个特教老师 来照顾这样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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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晚餐 除了办长辈共餐 十年前方和生还在理办公室旁 增设了一间食物银行 他把超市的机器品或厂商捐赠的干货整合 让家有急需的李明 能够自己来领取 这六年来 网络科技急速发展 这不但让方和生理获更有效率 连带捐赠金额也不停暴涨 有募到一百万就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像千万 每样产品都有条码 所以你捐了一百万给我 我可以告诉你一百万我给了谁 为什么要发展 外上我们的物资系统 超商他们固定五百样就五百样 或有厂牌 但是因为只要 愿意捐赠者的三星人 他们捐什么 我们就一定是收什么 所以我们的品项可能超过两三千种 现在方和生收到的物资 远超过中情理需求 为了收容这些货 他又再向国防部调解空地 改建成新的仓库 因为我的服务的量能越来越大 当初我们拿到的时候 光清垃圾 又清了38吨 方和生还在此 设立了示范型的食物银行 让全台各地的社区 都能复制他的模式 现在他不仅分享物资 整间食物银行的运作方式 也分享到全台湾 那就是一个分享的概念 你把物资散注给我 我会分享到全国去 而需要冷冻保存的集齐面包 也收到了大量捐赠 方和生也为此 在张罗一处 能放冷冻库的场地 其实中途岛 107年 我们拿到这个地方 那时候的面包的量 越来越大 分享食物越来越多 它必须有大的整理空间 方和生收到 来自各厂牌的面包后 需要再请员工 一一剖开检查 再重新包装 有一些合作的面包店的厂商 跟我讲 李长我认识你以后 我不会 阿伯不叫李公公 经过整理的面包 再从这里运送回钟情里 每天的领取时间不到 李明已经高兴地跳脚 而除了方和生所服务的李 分享面包冰箱 也在全台各地可以看到 一个门的那个冰箱 我全台湾现在有200个 我们把台北跟新北市的 天龙国物的物资 可以送到南部去 现在方和生到处借场地 太太凤朱也因此有机会 跟着先生到处跑 喜欢啊 能够帮人家是很好的 你不会跟他说 不要这么鸡婆 不会啊 蛮开心的 这天方和生夫妻俩 送蔬果面包到一节经营的餐厅 这也是副子俩每天会见面的机会 看今天有什么需求 他现在今天拿到的食材 有那么多叙食 把这些食材厨房可以用 可以把它变成餐点 从高雄餐旅学校毕业的一节 将爸爸木来的丑蔬果 在这里脱胎换骨 成了一道道佳肴 当年爱笑厨 为来宾杨丽舟张罗晚餐的一节 现在很庆幸能发扬爸爸的理念 就变开啊 卖相不好 但其实他削完皮之后 都还是可以吃了 那像是 钳鞋有时候可能 如果他真的长得不太好看 或者他可能 已经偏软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把它做成像酱汁 像玉米的话 你常遇到 它是有点干掉的概念 那其实你剥开来 它里面还是好的玉米 我们的好处是因为 因为使用了很多这种丑蔬果的 反而可以增加这个食材 它汤头的味道 一节的店里 也可以看到 分享面包的冰箱 他告诉我们 不同于钟情里的故事 两个小妹妹 他们来拿面包 然后拿了两三天吧 那时候是暑假 然后就是志工就有问说 你们怎么会知道这边拿 他说他们是从内湖来的 他说因为是 他们家里的话 是父母离异 父母都以为 各自有去照顾小朋友 所以其实小朋友 就只有又卡了钱 疫情的时候 也会很多人去拿面包 那有些人就说他刚失业 很多人以为 一节因为是方和生的儿子 才有当餐厅店长的机会 其实当初毕业后 一节放弃了 国际知名餐厅的工作 留在爸爸身边 推广叙实的理念 他常生怕辜负大家捐赠的物资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他一定在国外找到工作了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闭完夜 然后有些面试到新加坡的工作 我是面试李泰峰 我觉得 尤其是跟我爸的做事之后 我会更加的小心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是家里 家族事业这种感觉 但对我来讲 这并不是一个家族事业 只是因为 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最大的是我爸 那就对我来讲 我需要付企业的责任 就会更大 而且我们花的钱 很多都是赞助的人的钱 所以我觉得不能 不能愧对这些钱吧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 跟姐姐的标准就不太一样 他就是大人啊 我的工作模式 就是能移传到我爸 因为其实我爸 就是一个24小时 都在当里长的人 然后我也觉得 我之前就被说 是24小时都在当店长 除了延续方和生的 食物不浪费理念 易捷还传承他不打烊精神 六年前在社区咖啡厅 辅导中错生的各个议委 却因为与中错生相处不易 他决定转移教育战场 现在他在国小任教 当时弄这家店 其实主要是为了要 在中错或者说 在咖啡的部分上 可以协助到社区 那其实后来会发现说 除了咖啡以外 其实是教育才能改变社区 我很明确可以感觉到 我没有那个能力 把这些孩子教好 现在就反过来 去完全不会中错的 在新环境里 义伟不但找回 当老师的成就感 还遇到人生的伴侣 玉君 讲到说他家有咖啡厅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 那那时候又是中午 就说我很想要睡觉 他就说那我拿一杯 我回去 然后就是带一杯 拿铁来给你 义伟没想到 能用过去所长来追爱 身为特教老师的玉君 也因为充满耐心 吸引了个性固执的意味 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个性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可能会越来越难搞 我比较符合特教生的特质 爸爸刚开始都会开玩笑说 我儿子就是特教生 所以把他交给一个特教老师 来照顾这样 像玉君他是来我们家 他可以比较以一个外人的角色 他可以跟我讲 也可以跟我爸讲这样 玉君对于嫁进里长之家 没有感受到压力 倒是他的家人 对亲家开银行很有感 和意为婚后 玉君的爸妈 也在南部开了间食物银行 也是因为他爸的关系 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做起来 好像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爸就说 那我有一个想法 我跟你妈讨论好了 我们那个主措 就拿来当食物银行 然后我们那时候 也傻意 六年来 一位成家 一临一节 延续方和声的精神立业 现在儿女们来到儿力之年 对于家有鸡婆里长爸爸 大家放下过去的不舍和埋怨 一家人朝着共同目标 持续前进 都会想到说 这个地球上不止人类 还会有很多的动物 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好 大家应该要睡着这段时间 我们已经把便所喂完了 对不对 这些还没有吃饱 好 好 好 还没有吃饱 来 3 2 3 3 3 2 3 4 5 5 我们总共五台车下去 下去当天就回来 他们车子当天下去当天就回来 这包面 那我是会留在那边三天 他就把这包面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要跑一些地方 你觉得你买了很多人 你给你再给你切成的地方 我想先 fifth one 就是乱找一身 那边三天 的币 是不是 你船友 你 ry生 对 一切 人